厨房中会导致食物中毒的细菌是从向肌肉、生肉和蔬菜上而来的。 这些细菌也可能会散布在料理台面、切菜板、菜刀和其他厨房用具。 以下是一些避免交叉污染的注意事项。 食物烹调时会接触到的台面要先彻底清洗。 烹调食物前、后要用温肥皂水清洗厨房用具。 生的肉类和鱼类要放在冰箱中其他食物的下面。 食物要先覆盖好再放入冰箱冷藏保鲜。 处理生的食物前、后都要彻底洗手。 请记住,正确、不正确、开心、不开心。